背着一个黑板蓝胶带下飞机场 真的是这样 然后来到新西兰 从开始租房 不懂导航 而且还开车 那个心跳都快蹦出来 七年前 一个妈妈放弃了自己在广州的全部事业 带着六岁的女儿飘洋过海 来到了南半球新西兰求学 从事业有成的商场女强人摇身一变 成了全职陪读妈妈 如今七年过去了 你们想知道她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吗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纽西兰移民故事 第一期访谈 走进新西兰陪读妈妈的故事 从认识你到现在 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很神秘又传奇的人物 因为你一个人在这边 你是16年来这边 对不对 现在已经是七年的时间 从一个人带六岁的女儿 现在一个人带两个孩子 然后关键是孩子培养的如此优秀的同时 我看你现在又开始自己创业了 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 七年前为什么决定出国 然后又选择了新西兰 或者是不一样的教育 都是很快速的生活 就算你走路每一天 你不可以停下来 因为你停下来你会挡到别人 那么为什么 对 一个鲜明的对比 对 国内无论是香港也好你说的 对 来到新西兰这种地方 节奏一下子就慢下来了 对 生活就慢下来 是的 但是我知道你放弃了很多 来新西兰之前你是有自己在创业 并且已经做到了一定的level 其实我在那个时候 你想我女儿六岁 我也算是晚婚晚育 我觉得孩子我想要陪伴 因为我每天忙碌在工作 我应酬 我工作 我赚钱 可是我好像忽略了一些东西 从国内到新西兰 孩子六岁 那个时候妞妞刚上一年级 对对对一年级 然后突然间到了一个全英文的环境下 是不是这个落差 落差感还是需要适应 这个对于我来说 没有太大的落差感 为什么 因为我从小就让它融入一个中西合并的教育的氛围 这也是我的计划 所以我想分享给有一些妈妈想要出国 那么有宝宝 我希望你们是在一个基础培养的时候 你想要做什么 你就一定要打好一个基础 所以要提前做好规划 一定要 越早越好 越早越好 对 你觉得这个新西兰教育和国内教育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我觉得新西兰的教育 更多的是让孩子保持他自己的想法 我就是希望我的孩子保留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就选择放弃所有的事业 还有离开我的家人 其实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决定 你女儿现在都在学什么 新西班